好了, 今天就试一部昂贵的 这个品牌, 其实我也试过 很久之前试过 其实他们出了一部旗舰机叫做Stamen 品牌叫做Inuos 我又怕读错了 我先查一查, 回头 今天和大家看看他们的Mission Stamen 究竟旗舰机有多漂亮 大家好, 我是郭仁, 欢迎来到fever.com 今天和大家介绍的产品继续串流机系列 今集是高级的 Inuos 的旗舰作Stamen 这部机器已出了一两年 但为何今次试试呢? 就是刚刚他们支援了Rune 可以做一个极之高级的Rune Core 亦可以安装歌曲 正式介绍前, 再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的影音器材产品测试 影音教学和市场最新的资讯 记得免费订阅我们fever.com 的YouTube 频道 还有赞赞我们Facebook 追踪我们IG 有很多幕后发射 并没有听到 好了, 不如马上开箱 这部机器从声音之外 我觉得它的样子也挺漂亮的 它有两个, 一个是Stramer 另一部是独立分体电源 分体电源是这里 已经开了 这个没有原装箱 它有其他包装 这个是有原装箱 拿出来了 机身是全铝盒金组 但三只脚的位置不太平衡 特意试试哪个位置落脚 对声音最好 最有效的射震和调声 就选择了这三个位置 好, 开玩完了 Innos 这品牌专门设计生产高级音乐串流播放机 型号亦有便宜有贵 当然今次就是试试最贵的Stament 追求高音质的串流音乐 其实有很多东西可烦烦 玩Rune 要买电脑砌Rune Core 这些歌要买NAS 装 USB 不漂亮声音 亦要加些东西去减声音 网线怕它有干扰 又要另外找个发烧用的Switch Streamer 供电不够正 又要自己另外加Linear Power Supply 总之要追求最漂亮就弄得很复杂 而今次这部Stament 就是希望可以用一部机 包揽了刚才我所说的所有东西 而同一时间每一番都一定要是最漂亮的 高级的级别, 野心都很大 我们来看看机背 上面是Streamer 本身 下面是External Power Supply 它分开两边供电 DC1、DC2 所以跟着有两条这样的线 给多么短线, 都要预理骑驳马 下面很简单 IC电源插、Fuse 开关键 接着就是左右两边分开独立的DC output 上面是用DC电 接着你会看到最重要就是这个 USB 解码 USB 解码就是给你博 USB 解码 只有USB 解码 它没有AES CPU、SBDIF、TOS LINK 那些数码输出 这一组独立的USB 输出是经过Reclock PCM 上到32bit 384kHz 即是DXD 至于DXD, 如果你的解码是支援 可以上到DXD 512 的规格 接着你会看到两个USB Port A 一个是Backup 一个是USB LAN Port 和Streamer 有什麽用呢? LAN Port 很简单 拼网线 Streamer 如果还有另一部Streamer 经它做Switch 这个网线处理是进行过Reclock 机内的线路板 下面就是OCXO 就是为网线介面服务 用不用? 是一只Slock-In 的ROM Drive 用金属加盛起来 给ROM Drive 下面有SSD CPU 用Intel Quad Core N4200 在运算能力和高频干扰之间 取得平衡 ROM 是8GB DDR3 的No Voltage 的ROM 里面有4GB 做ROM Storage 用来播放时使用 这个USB 也有10MHz 的锅 它又给了焗炉钟给你看看 是OCXO 这个是机的Streamer 部份 同样开过一块非常厚的铝顶板 整部机对称设计 中间一只大环鸥 这份供电内 其实是分开8组独立的 Analog Linear Power Supply 因为只有不同零件 由独立供电去做 才有最好的效果 牛呢? 订造的540VA 这里的电容 全是Mundorff 的宝品级电容 10,000mL 一支 另外有Witmark 薄膜电容 以及有一排银压 以及整流 留意这部机有个有趣的设计 就是它的火牛、水塘、整流 都是在External Power Supply 内做 但电源的控制 就在串流机内做 目的就是希望可以将干扰大的部分 分开独立机壳 同一时间保持到供电路径比较短 减低失真 这个做法是比较少见的 你也看到这部机 没有设计、没有按键 所以所有的控制都在App 上 先看看设定 现在看到内置有2TB SSD 现在只用了64.4Gbps 你会见到右上角有个LED icon 可以按下去 这个是机面的灯 有8颗色给你选择 Disk Ripper 可用 一旦试一试 然后是Player Settings 你会见到 现在插了USB 亦插了Playback Designs NPD 8 你会见到它已经认到 Native DSD 有DOP 我可以试试Native 因为之前都试过 可以做Native DSD 接下来是Streaming Service Cupus Tidal Integrations 你会见到 可以与其他第三方程式 或者软件去融合 包括Rune 你开了之后 它可以做一个Rune Core 亦可做Rune Player 亦可做Rune Player 亦可是Rune Core with Squeeze Light Player Sonos 亦是支援 UPNP 亦是支援 我们可以按过去音乐 我觉得很英俊 Sort 亦非常好 好,可以Sort by Artists 便是Streaming Service 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 哇,Cupus 先听听一下,不是开玩笑 你一播歌 它会将整首歌 放在RAM 里面 Ripsy Ripping Speed 当然是用Quiet 即是慢一点 Format 你可以选Wave 或者FLAC 第一件事 就是看它会不会刮花碟 OK 好 现在正在转换这个Meta Data OK 哇 快 就Save & Rip 右上角按一下 按一下 就Rip 51分 08秒 12Tracks 16bit 44.1kHz Cover Art 就是这样 还可以 所有东西都齐 你亦可改改它的东西 Album Art 和Artists 都可改 播一下它 嗯 嗯 好了 如果我把它转换做Rune Core 那又会怎样呢? 接着你会看到 在外交内联网里面 会有三个Rune Core 现在看到你会认识 亦可改变了 所有规格都完全没问题 去到DSD 4X 都没问题 好 DSD 256 顺利播出 就是把它当做Rune Core 和Rune Endpoint 然后它就USB 去接驳 我今次实试的USB解码 有Reference的Private Designs MPD8 然后前级就是 季风的Pandora 后级就是ParaSound JC-1 Plus 然后喇叭就是Vianna Acoustic 贝多芬 Live in Parents 这些分别 这些是贵的 果然是贵的 做些经典的品牌 High End Streamer 其实等于一部 High End CD Transport 或者SACD Transport 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它先要将Source 无论是碟 黑胶碟也好 CD也好 SACD也好 还是File 里面 所有原本的东西都要尽量播出来 接着才交给其他东西去处理 解码什么都好 吹口 接着人声 鼓声 鼓声有Dynamic 接着拍手掌的声 这些都很厚 这个就是3D感 很漂亮 不只是听声音的密度 它是整个空间的表达 那种密度 这些是High End 机 才做得到 好老实 听一首蓝声 平静见 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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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は振り向き 今君も同じ 切ない音で泣いてる 時鐘很靚 時鐘很靚 字頭會很少 數碼時機失真會很少 通常會少一些數碼味 數碼樂聲 音樂音不會吉爾 全都合作 錄音有的東西 都會送給你 但不會吉爾 很順滑的東西 好 接著就聽黑教堂 好 接著 這一刻想帶出的是 背景很靜 供電是做得好 然後裡面的屏蔽都做得好 一般來說 經常說有些電腦音響 不好聲 不好聲 這樣 就因為電腦本身做運算的時候 都是比較多干擾 而電腦本身設計出來就不是給音樂 聲音的線路就是一個很細微的訊號處理 而同一時間 它是很容易受干擾的訊號處理 不是說它沒有聲音出 或者影響到播放 照播到的 不過很多干擾的情況之下 聲音的音質會下降 聽會聽到的 聽不到就買便宜的東西 聽到就要買貴的東西 好了 最後就播放一首廣東歌 我選擇來《忠視兄弟》 還有夏韶聲 遭以聽合唱的 《說不出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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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問我》 《我為何》 《說不出的未來》 《你問我》 這部機是有DLNA 它是有自己的App去做很多處理 它可以RipDip 這些真值功能 每一個功能 它不是隨便送給你 它每一件事都是極致去做的 就是RipDip 都是極致去做的 首先它有一個很漂亮的Ripping 軟件去做處理 去做比對 資料的比對 同一時間它也有一個很漂亮的 Meta Data 的支援 除了是Grace Note 之外 另外還會有GD3 確保你Rip這碟 Cover Art 要適合 Meta Data 要適合 歌名要適合 這是一個很漂亮的Ripper 有些朋友覺得 買完它之後 Rip完這碟 跟自己Rip的那些 是有一個音質上的落差 所以覺得要Rip過所有碟 哇 想起到鏡 它只是做美麗的USB 什麼輸出都沒有 只有USB 看看你的需要 它的USB是美麗得無論 如果你夾一條再美麗的USB 或者一個吃USB很美的解碼 是一個極致的USB Audio的傳送界面 而同一時間 USB 的規格 一定是遠遠高過AESC B 或者SP Dive 所以如果你說我是一個講究 或者追求一些高規格重播的朋友 不只是追求有高規格 而且規格是美麗 是反映到它規格的高質素 不只是著燈看到的字 很開心就算了 USB 一定是有一個優勢 要一個很漂亮的USB 輸出 不是在電腦裡有 這部電腦就有了 說到這裏 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去Wordnet Audio 找Ben Sir 預約試聽 因為這部電腦 它也是貴的 但其實有更貴的伺服器 跟它相比 它也是有過之無不及的 可以差一日之長短 值得去聽聽 想知道Wordnet Audio如何去 這裏有條片 大家可以重溫一下 今天和大家介紹葡萄牙 Inurus 的Stayment 一個高級的Streamer 和伺服器的實施和介紹 直播就到此為止 喜歡我們拍片 並且按LIKE 還未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訂閱 訂閱後記得按下頻道旁邊的小鈴鐺 有新片出現 第一時間收到通知 下次再和大家介紹 不同類型的數碼串流播放機 下次再見 再見 拜拜 有關於這個品牌的名字 怎麼讀 其實我查到兩個讀音 廠方的高層是讀 I'm Nuno Vitorino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irector I'm Nuno Vitorino 但是除了它之外 我看回其他外國幾乎所有的評判 一說它的品牌 都是讀 A New Product From Inuus 所以我就選了讀 I'm Nuno Vitorino 另外品牌來自哪個國家 亦查了很多 官方網站說它們在英國成立 但亦有不少外國的音響傳媒 說它是來自葡萄牙的品牌 機背是寫英國設計葡萄牙製造 我應該當它是英國還是葡萄牙